嗨,我是露比又溪 一線三臉,嬰嬰哒 今天又來畫idol妝容了 今天又來畫IDOL妝容了 灵感是源于我很喜欢的 妆原因 这照片我存了好久 是他们上次回归的造型 哇真的好好看呀 小圆呢就是那种特别可爱 整个妆容的配色都很适合日常 而且它的假睫毛是很有特点 有一些小心机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跟我一起开心的化妆吧 今天又是阴天 上海已经下了一个月的雨咯 今天开了一瓶新的ABD的妆前 我终于换妆前了 它里面的质地感觉像那种奶油一样 突然脸上软糯糯的 因为秋天了嘛 妆前我会用的稍微多一点 诱惑你们 粉底件用蓝蔻持妆粉底液 它应该也像是一个网红产品了 但对于干皮来说 你的妆前一定要做好 一样是少量多次来上妆 最近回归的女团真的好多呀 有王一人的那个团啊 阁楼 他们这次回归的新歌好好听 就有一种那种动漫的感觉 你们听我这首歌吗 好好听啊 我只薄薄的上了一层哦 它的妆感我很喜欢 就是那种亚光的感觉 我在用TF的粉底棒 稍微遮瑕力好一点 黑眼圈 好重要 我昨天四点钟才睡 我之前看综艺啊 陈肖不是它两三点睡很早吗 我真的差不多两三点也很早 就直接用美妆蛋来展 拍一下 还有我鼻梁侧面的那个阴影 我觉得它颜色好像比粉底稍微偏白一点点 还有脸颊这里凹陷的位置 哇你们现在看啊 我现在整个皮肤有点透了那种光泽感 这两个颜色融合的很好 我定妆是最后一步来定 因为我是干皮 就像秋冬天啊 我要保持这个皮肤的水润感 它的眉毛呢 今天是有一点倒八字的一字眉吧 我比较少化 会让人显得更加就又嫩一点 本来小元年纪就比较小 它好像十几岁的时候 十六岁的时候就出道了嘛 那时候参加节目 哇真的是羡慕它的人生 而且身材比利又那么好 我先用的还是直层袖的砍刀眉笔 应该是我的最爱了 你们看这只已经被我剃短了 这么多 但你们看啊 我的眉头呢 是比眉尾稍微低一点的 就跟它原本的眉型就不一样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眉型呢 可以稍作改动 你如果是手残挡 先用浅色的来画呢 不会有任何负担 眉封这里还是稍微多了一点 我稍微把它剃掉一点点 再用一下深色的染眉膏 它这个刷头呢 是一边稍微长一点 一边细一点 再用一个深色的眉笔 尤其是我眉尾的位置 是没有眉毛的 它眉尾稍微带一点红棕色调 我再用一个稍微偏红一点的 只填充一下这个眉尾的位置 它这个眉型真的好逗 你们看啊 我这边眉毛是这样斜的 现在这个眉毛是往下的 喜欢这种稍微平一点的扣1 喜欢我原本这种稍微调一点的扣2 看你们喜欢的什么样多 眼妆呢 是有一点偏粉色和红色来叠加的 但整个眼影呢 是比较清淡的适合日常 那我今天先用的是 直村秀的这盘眼影 他们家眼影的颜色 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配色都很好看 而且粉质也很细 但是我今天的麦克风不太好用 有一点挡光 我接下来可能是配音的视频 那就认真的化眼 有点滑 我感到你会不会做的 就没准备了 对吧 傍直到成本 再给你一顿 乱一个山盘的地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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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